這幾天有一個話題人物 吳欣營 你們有沒有聽過吳欣營 有 熟悉 昨天因為他有幾個問題 包括他雙重國籍 以及他的家人 因為家人代表很多的是 背後是工業界 企業界 所以不是普通的家人 所以記者就想要問他 商業界企業界的動向 有沒有因為他 轉去支持民眾黨這樣 因為有些人覺得 因為記者問得很無聊 可是其實背後是有脈絡的 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如果你問我說 家人同不同意 不同意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把問題弄得 變得很複雜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回答這個記者的 舅舅好像爆料說 你們就是擔任護手的部分 沒有跟家族討論 成熟大人還要跟家族討論嗎 舅舅有跟家族討論過 要擔任護手聯繫 那你當記者問爸媽 對啊 成熟大人 自己決定 那另外就是說 No I'm gonna ask I wanna know How many of you 你都大家幾個 你出門 做在那裡決定 每個成年人都要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做負責任的 來一點 所以自己做決定就可以了 當然啦 做自己的主人 那舅舅說 因為原本昨天 你是這樣子在剝削女權喔 因為是說是 父權社會 都要問男人 問先生 問父親 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決定嗎 也可以跟媽媽討論 好 問先生 問爸爸 剝削女權 那我問大家 如果要問媽媽 要問妹妹 要問太太 算不算剝削男權 你們 我沒有講誰喔 這個到時候被出征喔 同樣的問題嘛 其實這跟性別一點關係沒有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問問題的是女記者啊 女記者怎麼會問他沙文的問題呢 這個蠻特別的一個思考 以及我要表達一下 我當初要當記者的時候 我真的有問我家人 但我家人說他們沒意見 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還是會問 因為這是一種 尊重家人的感覺 也許 這個每個家庭狀況不一樣 以及他說 你出去會跟家人講嗎 我會耶 我出國 大家在機場會買什麼 意外血嗎 我會打電話給家人 我保了一千萬 三長兩短 我掛在國外 你還記得去領喔 一千萬夠嗎 還是買五百就好 你會跟家人討論一下嘛 所以我 可能每個家庭狀況不一樣 但你只 你只要把你的狀況 跟記者回答就好了 何必去嗆那個記者 何必上綱到女權呢 這請教鄭老師 你夭壽 你把這個題目丟給我 這個題目很難評論 其實某種角度 我是覺得 吳欣穎那樣的回答沒有什麼不對 而且你剛剛看那個 事實上是旁邊 以前跟過我的賴祥寧 就是說成熟人為什麼要問大人 那我認為關鍵不在這個問跟答 我這個記者其實真正關心的是說 柯文哲忽然間選擇了吳欣穎 大家都知道他的家族是台灣的非常大的 所謂的金融土地非常大一個財團 那關心的是兩個事情 就是說柯文哲會不會因為這樣 從此跟大的財團掛鉤 對他未來他好像要代表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力量 特別是對於年輕人關心 台灣社會會不會變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跟大財團掛鉤 那到底未來我們對於柯文哲 還有什麼樣的期待 所以吳欣穎是一個非常非常 有代表性跟象徵的 記者大概不好意思直接問 就問他說你出算你們家裡有同意嗎 意思是說你是個人進來還是 你整個家族都經過決定 家族的力量也會投入 那這個才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不是個問題是個結構性問題 那吳欣穎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 他很技巧的 反向記者說大人大政做這種事情 這樣就要問家裡的人 這個有點吊詭了 我知道他受過西方教育 西方人這個時候是主張個人跟個人 在這個事情是獨立的 可是我們看看柯文哲 為什麼他這個很難有所以無力 柯文哲他的媽媽 妹妹 太太 全部家人都捲入 這個是比較台灣式的風格 所以吳欣穎跟柯文哲搭配在一起 就算如果是他講的那麼樣一個相對 獨立自主 這個事情不必事事都問家人 那實在是有點突兀 對我們來講我關心的是 這個記者後面問的是 他未來的整個政經關係 因為柯文哲執政之後 就越來越偏邪了 不是他自己講的 公開透明什麼海選 在這一次藍白能不能合整個過程 我們很清楚看到 柯文哲自己 啪啪啪啪啪打著自己多少次的嘴巴 需要透明的時候他密室 需要密室大家有一定程度的空間 又不是講見不得人的事情 要有一點稍微緩和的空間的時候 因為對他有利 他就壓著馬英九說 要公開要公開要透明 所以柯文哲是一個完全 隨他自己的利益來選擇標準的 那在這一次過程中徹底暴露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才是這一次過程中 人民有清楚有機會的看到 這些政治人物表裡不一 這才是重點 另外一個我認為說跟吳慶寅有關 其實我們也不必 有時候說不定是陷阱太早跳進去 這是有關他到底還有沒有美國籍的問題 他某種程度也是比較西方的看法 西方的看法說你不能說我有罪 我就要不斷的證明說我沒有我沒有 我拿任何證據不斷的說明 你指控者永遠不滿意 他得不斷的不斷的一點跌一點跌 所以西方是比較說應該無罪推定 那你指控別人的要負責任拿出證據 那這個議題是從民進黨的王定宇開始的 因為王定宇看就贏了 好像是一個兒子 但是問題他沒有證據啊 你今天不是一個小老百姓 道聽途說或者你合理懷疑 你今天是民進黨的執政 而且你是外交委員會的 在這種情況上 你對吳慶寅提出這樣的一個指責 這個一律嚴格講 你應該負責任拿出證據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 民主政治裡面該如何負責任 我其實本來想順著修理一下 民進黨的民主 結果我們主持人給我丟出這個議題 有點難評論 但是還是一樣 我們關心的是未來的政治 到底跟一般人 我們今天這麼多人風雨這麼大 我們想做主 那個民主是不是真的能夠落實 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新 還是表面新 終究是換湯不換藥 這才是我們關心的 謝謝 謝謝鄭老師 還好鄭老師沒有像輝文哥一樣 就是把我題目罵一頓 然後講他又講的 謝謝鄭老師 那講到這個吳欣穎的雙重國籍 因為今天晚上 剛剛講到王定宇他都預告了 晚上會有新的這個結果會出來 聽說吳欣穎晚上他會拿出他的所謂的證據 他說他好多年前就已經辦這個 就把這個美國國籍把它除掉了 他說我不要拿證據啊 我幹嘛拿證據 這是我跟美國政府的事情啊 哇那這樣子他中選會登記 其實也不用跟我們講 因為是他跟中選會的事情 很多人就說 這個公跟私的領域 他還分不太清楚 那是你要選副總統了 怎麼還會說是你跟美國政府的事情呢 然後立法院呢 現在包括民眾黨 柯文哲都說 立法院政府怎麼那麼怠惰 他都當立委一年多了呢 他有你們去處理過調查過會不知道嗎 結果立法院剛剛下午說 沒有喔 我們給你簽的那個表格有兩種 一個是你有沒有雙重國籍 你自己勾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就不會去查 另外一個是有 你正在辦要把它注銷掉 那個我們就會去追蹤 等於說如果他勾的是 我沒有雙重國籍 因為吳欣穎說 我好幾年前就沒有了嘛 那他應該是勾我沒有雙重國籍 所以實質上立法院是沒有去跟 透過外交部跟美國查的 所以吳欣穎他到底能不能拿出證據 以及他所謂的證據 是不是正式的證明 他沒有雙重國籍喔 這個晚上等一下也許會有新的答案 請教楊明 好 大家好 其實喔 我們講柯文哲喔 他選了一個副手叫吳欣穎 很多人就說你是不想贏嗎 吳欣穎 結果吳欣穎這幾天的表現 讓我們看出來呢 真的讓柯文哲很難 很難去選下去你知道嗎 你看我剛剛上一段喔 我聽到有觀眾朋友說 柯文哲會不會連參選資格都沒有 因為他的副手如果有雙重國籍怎麼辦 我告訴這位朋友 放心吳欣穎已經放棄 美國國籍很多年了 可是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居然人家要他拿證明 他說這是我跟美國政府的事情 現在你是公眾人物 你只要說一句 我已經放棄了 證明在我家裡 我明天公布給大家 這個事情是不是就結束了 對 結果他這樣講 他說這是我跟美國政府的事情 他有沒有回答 那個你有沒有放棄的問題 沒有回答 然後柯文哲說 這個叫英美美式作風 我跟你講這個不叫美式作風 這個叫拿鐵作風 為什麼 拿鐵砸自己的腳 自己打自己 本來無遺物 到處惹塵埃 本來就沒有的事情 你沒有雙重國籍 搞到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懷疑你沒有放棄好美國國籍 那不是你自己找麻煩嗎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副手 我必須 我這邊小小抱一個簡單的料 因為民眾黨 他們上個禮拜 在找副手的時候 一度有考慮 台北市的副市長 前副市長 要鄧佳基 他們還有投票 他們還有表決 那最後鄧佳基是落敗了 所以最後挑到了吳欣盈 那搞不好 現在民眾黨裡面的幕僚很後悔 早知道選鄧佳基好了 可能不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像吳欣 他這樣的作風 當然你今天如果說 你要隱私 你說我是一個副總統參選人 你們不用來質疑我 可以 但是你要先把話講清楚 不可以模糊 國籍問題是 攸關於參選資格的 是不能模糊以對的 所以如果今天 有任何的觀眾朋友 認為說 吳欣盈可能真的有雙重國籍的話 那很抱歉就是你吳欣盈自己的回答不夠清楚 而你是未來要競選副總統的人 副總統在我們的憲法定位叫什麼 被位元首 他是如果發生了什麼狀況 總統有事 換他做總統 如果你連一個最簡單的 有沒有雙重國籍的問題 都講不清楚的話 真的會讓大家覺得 你是不是一個 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 其實我說實在 吳欣盈現在當立委 很多人也說他表現得也不錯 有這個國際觀 聽說他下個禮拜 還要代表立法院 代表我們的國會 到國外去參加國際的會議 很好 但是請記得一件事情 不管是跟記者的互動 還是回答問題 你已經不是那個立委吳欣盈 你現在是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盈 我相信柯文哲主席 他今天說會跟以前一樣 柯文哲以前早期 有時候講話 這個沒有辦法控制 會有一個戳戳妹 會戳戳他 這個要停 不要講 他們說會派一個類似戳戳妹 到吳欣盈身邊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民眾黨也不放心吳欣盈 這個對柯文哲真的很困擾 所以吳欣盈要趕快做好準備 民眾黨要趕快把這個腳步 整對整好 否則你一個往前走 後面再扯後腿 莫名其妙 一個事件居然多扯了一天 實在是很奇怪 這個雅民如果再超過時間 我就準備要戳他了 這個戳戳揚名時間差不多 我們更多的政治話題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